這是羅技的攝影機 我要將這個羅技的攝影機變成一個行車記錄器 我不要透過電腦我就直接在這一個 一個我們公司做的一個板子上面直接做錄影 那當然他還可以做HDMI的輸出可以在這個 螢幕上面顯示 當然這個時間是很瞎啦 所謂拿羅技攝影機當行車記錄器 而且這個成本架構也蠻貴的 只是一個demo而已 好啊這個我要把它架在車子上面 羅技攝影機放在這邊 然後呢他的USB 連接出來 連接到這一個板子 這是我們公司做的一個板子叫做 USB攝影機直播轉換器 然後呢這邊可以吃這個 USB輸入的訊號 然後呢他同時也可以輸出到 那個iPhone 那也可以同時的bypass的USB Webcam輸出 然後把他接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呢最後上上電源 5V的電源 電源 好 然後呢 我們再等個5秒鐘 這個燈亮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露營了 按下去 這邊有個紅燈在亮嗎 這邊 這邊紅燈在亮 好紅燈在亮表示說 這一個SD卡 也是在錄影當中的 好我們來實際 錄影看看 就是用這一個 羅技攝影機直接當行車記錄器 我們實際開車一段 這個 行車記錄器 不會有人這樣玩的啦 我只是研發出一個新的這個產品叫做 USB攝影機轉換器 然後呢 只是測試這樣的功能 不會有人那麼無聊拿羅技攝影機當成行車記錄器啊 那這個成本架構也太貴了 就直接拿行車記錄器就好了 我要表達的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拿我們一般的這個USB的攝影機 然後呢 做成一個更有價值的一個 附加價值的一個產品 羅技攝影機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比如說你今天可以拿你的那個 什麼內窺鏡的USB攝影機啊 也可以就直接錄影啊 或者是做直播使用 這樣子 所以你在車上要用的時候很簡單就直接把這個 USB的線 連接到這一個 盒子 這個盒子 然後供伍特電 然後連接記憶卡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這邊也可以連接你的 連接電視出來 可以將攝影機的畫面連接到電視出來 Hi OK 還可以一路是bypass的USB輸出連接到電腦 還可以連接到你的iPhone iPad都可以 好 我們來實際看看這個實際錄影的效果是怎麼樣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